今次是去廉堂探魚 圖片帶大杯的飲品 究竟是多少錢 我有沒有中伏呢 跟著亦都會為探魚評分 又會帶大家去廉堂的818KTV 看我裏面的價錢 和房間的設計 還會介紹一下怎樣點歌 如果大家已經知道 廉堂口岸怎樣去地鐵站 你們可以直接跳到2點12分開始觀看 溫馨提示 如果你們每次過關的時候 醫通道都不能夠辨認到你的指紋 需要官員幫你 你不妨來這裡 訊息採集站 去更新一下你的資料 那就容易過關 完成過關之後 我們就要通過一條很浪漫的走廊 叫做西嶺夏蓮郎 不知道有沒有發錯音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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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wenig是 HCG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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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地面穿过这个连堂口岸的商场 然后向左边走一分钟 你就会见到连堂口岸地铁站 坐八号线往盐田路方向 坐两个站就会去到连堂地铁站 找D出口 顺便留意他们的垂直电梯和洗手间是处于哪里 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要注意一下连堂口岸的地铁站 和连堂地铁站是两个不相同的地铁站 这个就是葛威路迷利耶市 他们下午4点才是营业 连堂地铁站B出口 向前向三分钟 就会见到818KTV的所在地 就会见到818KTV的地铁站 就会见到818KTV的地铁站 在这里面有点免费的地铁站 就会见到818KTV的地铁站 在这个地铁站上 在这里面有点免费的地铁站 在这里面有点免费的地铁站 就会见到818KTV的地铁站 在这里面有点免费的地铁站 就会见到967KTV的地铁站 进огда板都没有不仅在地铁站 就会见到818KTV的地铁站 在这里面有点免费的地铁站 就会见到430KTV的地铁站 每个人都没有不见到827KTV的地铁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酒楼的电梯是不可以通往8100KTV 需要继续前行 走到路口转右边 走到168连锁酒店旁边 便会见到垂直电梯 让大家参考一下酒店的房间价钱 电梯按4字 这里一共有21间房间 小房有8间 中房有6间 大房有一间 豪华房和总统套房各有3间 这些房間 这些房间房在下都带不开 这面房秘密开 继续前行 童泽 整个房秘密开 东面 适末都永远 黑针 動画并是不 activated 它的东西 记 disbel设 有没有 大房刚好有客人 但是我有好奇房间有多大 那怎么办呢 去敲门看看 这间浩华的套房里头有一个座翅 提供酒杯和独立的咪套 房门888这间就是总统套房 其他的房间都会提供两只咪 之后这间总统套房提供三只咪 是连着这个企咪 以下是房间的价钱 我就不细读了 每幅图都设有10秒 给大家慢慢看 这里只是提供一些干果和零食 有水果盘或者一些酒水 但是记住不准叫外卖 有歌名和明星的名字 要有明星或者歌名在这里 手写或者字母 可以吗 好的 那就可以有歌了 或者你用手机搜索都可以 比较方便就搜索这里 再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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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想唱我的首歌 就唱歌 插手 好感动 你手机搜索 一只手机搜索 一只手机搜索 一只五只門户 一只手机关系 那这里有控制 或者说灯光的自主控制 就是自动轨销 有音响的话 它就会触动 哦 好快哦 你还在绷啊 如果不懂我的速度 你这样的话 就很难 对 可以用微信订房或者用电话订房都可以 如果你位置已经在深圳打电话的时候 可以减去0755四个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零食或者水果盘的供应 胜在交通方面 价钱都是合理 所以我整体的评分是7.5分 走出大马路 然后过去对面 步行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探鱼了 我 predecessor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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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走一個圈看看周邊有什麼餐廳 二樓有加合馬的超級市場 衝去其他圈看 衝去掉色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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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慣用的伎俩 首先問問他們免費WiFi如何登入 編個微信兩秒鐘打開掃描器 掃描出上的二位碼就可以登入落單 照著他們的要求填寫 完成了 現在的位置 업一會 在旁邊跟五月內 然後填寫一條圈 我們準備好用的 再用兩邊圈 分別的地方 讓我可以分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点了一个金银蒜香烤鱼 里头还包两条鸡瓜 还可以有三款鱼给你选择 铃波鱼的肉比较厚 肉质比较淋和小骨 甜鱼的肉也是厚 肉质比较实一点 也是小骨 只要鱼肉肥大肉厚 和会多一点骨 点了铃波鱼 同时可以加些配菜 在同意的位置 踢一踢 成为会员 价钱还会优惠 选择自己的手机号作为验证 点选 点选立即下单 自由选择收不收取短讯 我选择同时关注探鱼 吃东西当然要喝东西 不是会啃骨 我叫了一个$38的果汁桶 这里是示范 怎样埋单 然后我才开始吃东西 好像下单一样 打开微信的扫描器 扫桌面的二维码 拓对了账单 然后按埋单 再按确认支付 点选用微信支付 再按确认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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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预先把微信的钱包 转成中国人民币的钱包 它会自动向我香港的微信钱包 兑换成人民币的钱包 这里我点选解锁新福利 看看有什么福利送给我 原来是按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他们的鱼塘 加入了都是方便日后 可以收取淡鱼的福利 这条鱼目叉呢 其实很厚肉 而且肉都相当多 因为铺满了很多的蒜蓉 所以非常之香 至于三十八元的水果桶 就有点大得惊人 它由它上升到 上糖的时候我就一直笑 我心想 怎样喝得了这么大的水果桶呢 将一根根的蒜头溶汁 铺在茄子上 十分之美味 整餐饭我都是看着这个杯 不断地笑 然后叫了个经理来 他叫做鱼粗 是肥肥的 那我就说 我喝不完可不可以打包 他说可以 全鲜的探鱼呢 都是用一个预制好的酱汁 所以去到哪一间分店 尝到的味道 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条鱼 卖上尾味 份量都十分之满意 当然 那个巨型的大果汁桶 令到我一直是这样笑 一直是这样吃 最满意呢 就是探鱼里头的经理 他是肥肥的 他的网名叫做鱼粗 话说 刚才 我加入了他们的鱼粗 原来呢 福利就是会送我一碟 8元的免费蔬菜 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买单了 所以已经吃完 鱼粗经理呢 就很老实地 退回那个赠品的价钱给我 还跟我说 如果下次我的朋友过来 只要说 是拍YouTube那个Winner 他还会有折扣给你 这个是我和探鱼的鱼粗经理 私下的协议 至于用不用得 你们去完之后 回来告诉我 渡意 你不来 调整 啊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